露营如何上岸 装备分享 一个露营小白是怎么上岸的 大家好 我是猪猪 今天我就把我一年来路过坑的这些厨具装备 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首先呢 露了营以后 我们都会发现 收纳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我呢 这一年买过了很多的收纳包 收纳袋 各种各样的 但是最终呢 我留下了这一套 为什么我会留下这套收纳包呢 因为它透明 它可以看到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方便露营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而且它的面料呢 也是防水面的 你放在包里它可以挤啊 你也不用担心 尺寸问题 放得进去 放不进去 主要是耐脏耐用 价格也不贵 到了营地 第一件事情 把垃圾袋装备之内 我会当然用一个小包 装一个垃圾袋 放在草皮上 或者地面上 也不怕潮湿 给大家介绍我的咖啡系列 都在这个收纳包 这是一个磨咖啡豆 我选这款的理由很简单 不锈钢 不容易换 这三个小罐子 我一般都会放磨好的咖啡豆 这样一个小小的小罐子 两罐不同口味的咖啡豆 还有一罐 当然是我最喜欢的 中国茶 这个磨咖啡豆 它里面有一条线 一定要倒到这边线的地方 然后上面盖上去以后 另一块地方呢 就是放咖啡 开烧火 煮开了 它的咖啡就好了 水壶 买的是有influene的 铝制的一个水壶 个人感觉 平时泡泡茶喝喝水 应该够的 另外一个水壶 这是家庭版雪峰的一个 比较经典款的一个 不锈钢的一个水壶 然后平时在家里面 用这个上面 也可以热 接下来这个包包里面 收纳了我 一个人出去露营的时候的餐具 首先雪峰的这个小碗 是我用来装一些零食啊 下酒菜 这个雪拉碗 uniflame 我唯一觉得它这块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饼啊 放在火上面呢 这边也不会很烫 uniflame的这把调根 它可以收纳 我们家庭用的餐具 就放在这个收纳包里 首先 这款雪峰的泡杯 虽然它的颜值比较高 它的实用性呢 并不强 因为既不保冷 也不保温 所以说 其实这样的杯子呢 不适合冬天去露营 冬天去露营呢 我自己觉得 还是要买这些 有带保温保冷功能的 夏天 冰的饮料也不会凉 另外冬天的话 我还会选择这样的一款 保温杯 它的保温功能特别的强 盘子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包可以把这两个瓶 两个瓶子放进去 然后把它打开 这个小包呢 我主要收纳一些 钩子 去露营的时候 帐篷也好 天幕也好 边上可以勾点东西啊 一些小钩子 把挂挂灯啊 勾起来挂挂衣服啊 这些小钩子我觉得 还是比较有用的 这是我的调味包 用过很多的调味包 还是觉得这款比较方便 防锁 晚上收纳起来放外面 我也不用担心 也看得到里面可以放些什么样的调味 它也有钩子 也比较方便 这个冰桶是我最近采买的 它的保温保冷的效果非常的高 其实它还是挺人装的 冰块啊可以放在上面 我自己特别中意的一个小铁锅 它煮饭煮汤 哪怕小火锅 烧烤煎跟牛排 这个铁锅都能渗冷 而且它还能起到一个高压锅的作用 这里面是我们喜欢用的餐巾纸 首先它的面料是防水的 让一个挂钩 我觉得哪里都可以挂 对吧 拉链 里面可以换 这三款炉子的共同点 除了大小不一样 它都是防风功能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火力不一样 一般我做菜都会用这个炉子和这个炉子 然后这个小炉子呢 我一般都会煮饭和煮水用 我还有一款五斤产品 可以架在上面 更加平稳 煮饭的时候 如果户外风大的话 你会担心这个会不会倒 有了这样一个东西放在上面 它正好 你不用担心它会倒 一个人去露营的时候 煮点小吃啊 煮点肉啊 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小火来完成 对吧 今天我的除具装备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能够给到大家建议 能够帮到大家 我也非常的高兴 下次继续给大家分享我的录影装备 喜欢的话 大家 走吧